那BBA部分的話呢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在程式碼裡面在這裡查詢這邊 其實基本上就這一段程式 Ctrl C一下也許我先Demo給各位看 那其實Demo的方法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這個程式貼上 這個就可以work OK所以以後啊反正你回去再怎麼樣 這個這個課程學完 也許至少你要學會怎麼貼程式吧 要貼在哪個地方 總要知道不要亂貼還不認work就麻煩了 至少你要會貼 然後貼完之後呢比如說我在這邊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要查詢界面把這些東西不用的東西 把它刪掉 這個把它刪掉 那BBA怎麼執行 這個第一個當然我們先用按鈕來執行前面講過 因為一個sub 他就會對應一個 這個所謂的 一個按鈕就是 可以插入這邊用表單控制項 不要用這個active控制項 前面有同學問過啦 在active控制項也可以做出來 只是非常的麻煩 表單控制項比較簡單 主要是比較簡單 至於當然怎麼做啦 也許 我想這個暫時夠用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再把這個怎麼樣呢 Delete down Ctrl V貼上 那主要貼上之後你 先下拉清單一下 比如說查002 按個查詢你會發現 他會自動幫你把002的資料帶過來 003 按個查詢 自動帶出來 OK 不過當然做完這個之後 可能有同學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老師那為什麼你不能夠直接 先按下他 他就直接執行了 為什麼還要這麼麻煩 還要再按一下 對不對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當我下拉的時候按下查詢 感覺好像 會有一個 一閃的感覺 這個一閃的感覺雖然沒有影響 可是還是感覺不好 對不對 你想說那可不可以不要讓他閃一下 這感覺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像 上日光燈壞掉的感覺 雖然說他還是會發亮 可是就是一直閃 就是感覺就是不舒服 所以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 可以把它關掉 所以兩個問題 當然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之前我們先來看 VBA怎麼撰寫 其實VBA的撰寫流程 基本上 他是一個 第一個當然我要先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編號 取得這個編號 那這個編號我可以暫時存放在一個 X的變數裡面 先把這個003 假設放在X的變數 他就是一個003 再來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可以怎麼樣呢 切換到 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那我怎麼切呢 前面 應該有跨工作表的練習吧 前面還有一個是 有沒有 切到另外工作表 的程式 SHITS 有沒有 SHITS 我前面講過 工作表 SHITS 哪一個工作表 LOOKUP 所以給他一個LOOKUP名稱 切過去就點SLATE 點SLATE之後的話 那我假設切過去之後 我要做什麼 切過去之後呢 我就FOR I 等於第3 到第10 有沒有 FOR I 等於第3到第10 然後做什麼呢 SELLS A欄的 這個I列的A欄 裡面這個數值呢 到底跟 X相不相等 如果相等的話 那就幫我把其他的欄 通通都帶回到哪裡呢 帶回到我這邊的 RANGE 這個可以用RANGE RANGE的 比如說是 C3 D3 E3 跟這一下 應該都是C 都是C欄 就是幫我帶回到 我查詢界面裡面的 C3 到 C6 OK 那程式如何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剛剛的 敘述方式 其實 如果撰寫成VBA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1 有沒有剛剛講 先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模組 程序 先把什麼呢 把那個 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是從 這個工作表出發 所以我現在一定是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RANGE C C2 指的這個 C2 那把這個值先丟給 X 先放在裡面 存放 敘述方式 這樣 再來第2個是什麼 因為我已經有抓到這個值 那我要到這個 工作表去找 所以我要切過去 所以 切過去 點slate 就對了 反正這個 固定的用法 那你切過去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 剛剛講過的 切過來了 再來就是 去找 怎麼找 4i 這個前面有講過 其實這邊比較新的 大概就是 切換過來 不過這切換我記得 前面有講過 類似的 切過來 然後在這個工作表裡面幫我找 從i列的第3 第3到第10列 然後比對什麼呢 邏輯判斷 這個i 這個i 裡面 A欄 有沒有 A欄裡面 如果等於x的話 這個地方 比對一下 反正他一直 001 002 003 一直幫你找 找到了 比如說我是003好了 找到了 一直往下找 找到之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什麼呢 我現在的 這一 列裡面 比如說我今天找到003好了 OK找到了 那我就把 同樣一列 同樣一列 特別重要 同樣一列 因為列都一定是i 的 b欄 c欄 一直到 E欄 總共會有 bcde 把這幾欄 怎麼樣 call到哪裡呢 call到 查詢界面 vba 這個工作表 特別注意喔 這個工作表 把它call過去 那因為我現在是已經切到了這個lookup 那我要怎麼樣丟過來 他們兩個是不同工作表 所以 我必須在 另外一個工作表 如果是另外工作表 你可能就要 再加上什麼 他的工作表名稱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喔 Shits 查詢界面vba 特別注意喔 這個查詢界面vba 這個有點 比較特殊一點喔 好像常常會有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就是 在不同的版本喔 這個 c 你會發現喔 這個名稱的有一些地方 好像會有空白 像這邊貼上 這個就有空白 可是在2010好像奇怪 他就是沒有空白 所以那個程式喔 就會 因為 名稱 插一個空白 而產生不一樣 他就找不到這個工作表 所以 插一個空白 可能也是也是會有問題喔 所以你們到時候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喔 那就call到我現在指定的 c3到c6 有沒有 把它call過來 其實這個地方只是在做一個 資料轉移的動作 把 lookup裡面的 b欄 c欄 d欄 轉移到 我們現在的查詢界面裡面的 這個位置 那 後面會多一行 Exit 4 Exit 4指什麼 因為回圈呢基本上喔 只會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之後 其實喔 比如說你 345 找到第5了 已經找到了 應該 不會有第2筆 所以只有一筆 那 基本上回圈 還要再跑嗎 其實 你讓他再跑 你浪費時間 所以我多一個Exit 4 意思說 我不要讓他 繼續回圈 即便是跑到5 他還沒跑到10 我就讓他跳離了 你找到了嘛 找到了幹嘛還要繼續往下 所以 Exit 4意思是說 如果已經找到了 那不要往下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在 離開回圈之後 就讓他切回到原來的工作表 所以你做完之後 假如說我給他一個 查詢 按 給他一個 編號 按個查詢 OK 他會自動幫我去 找完 他自動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但是 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剛剛講的兩個問題 不過第2個問題可能比較好解決 就是說 畫面會好像一閃一下 像這邊的話 他因為 閃一下 閃一下 反而好像是不是 越早 後面 比較後面的閃越嚴重 為什麼 因為他找得比較久 OK 那如果說你要避免那個閃動的效果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閃動的效果關閉 那關閉的方法 其實 主要 你可以 知道說這個閃動是誰管理的 其實 在 VBA裡面 最大的有一個物件 這個Application 實際上指的就Excel Application 如果你要使用他裡面的功能 叫做 他有個屬性 叫Screen Updating 這個ScreenUpdating意思是說 如果你畫面 要不要更新 如果你把它等於Force的話 基本上 他畫面就不再更新了 也就除非你有一個動作 他不會一直連續幫你做 如果你把這個ScreenUpdating 關閉掉的話 他畫面 就不會有閃動的效果 所以你如果把它先關掉 特別注意 最後呢再把它打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關掉了 可是你最後呢 如果說你沒有把它打開 那以後該閃動的時候 他也不閃動了 他變成說一直 畫面好像有一點呆滯 怪怪的 奇怪怎麼他一直不閃動 所以 這個如果說 剛剛講的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要關閉 像經常 也許你們將來寫VBA程式 是跨很多工作表 他會一直閃一直閃一直閃 那你就可以先把它關閉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是畫面關閉這個 閃動的效果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關完之後 那試試看有沒有 像剛剛一樣 那麼閃的感覺 這邊我把它先切 這個當然 有沒有發現 最下面這個應該比較準 按下他 有沒有 畫面有閃嗎 沒有閃的 有沒有 感覺好像 比較流暢了 OK 那這個程式 基本上就只有一行 以後我是建議各位 可能要稍微 記一下Application這個單字 後面其實只要再記那個 關鍵字 點一下 其實如果你點下去 他會有清單出來 表示你這個單字沒有打錯 但是如果你Application打完 點下去奇怪 怎麼沒有任何反應 表示你那個單字被錯 所以你這邊 在打 S Screen 就是畫面 Screen Updating OK 空白鍵 等於之後他後面就有開關了 True跟Falce 所以你以後記得 開 就True 關 就Falce OK 其實寫 這個程式 有的時候不用死背 大概 只要記個頭 該記的記 其他不需要記的 你就可以暫時不要記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畫面更新關閉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至於 你想說 老師 可是還有個地方 我每次都按一下 感覺好像不方便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用按一下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去 做你按按鈕那個動作 這裡可能會需要 了解一個所謂的什麼呢 事件驅動 那所謂的事件 是什麼事件呢 就是當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改變了 它是一個事件 現在很多程式設計都大概這樣 哪一個事件發生做什麼事情 啊其實 任何像很多像物聯網 現在講智慧聯網也是一樣 現在很厲害 最近有很多學生都一直在做什麼 連鞋子裡面都可以做一些智慧的 像現在鞋子不是放進去自動幫你穿好 景度都自己弄好 什麼Puma跟那個 Nike 其實都台灣做的 後面背後 其實主要都台灣 設計的 OK 還有很多 還有 還有很厲害 學生做什麼 做鞋子本身 有那個 智慧的GPS 就是如果老人跟小孩 或者你 擔心他失蹤 或者是 你的 親密愛人 那個 其他用 就是類似 所以以後人家送你一些那種智慧型裝置 你可能要 一定要小心 因為他其實他也不會告訴你 其實每一個像智慧型衣服有沒有 裡面如果有GPS 我跟你講你到哪裡 人家都知道你到哪裡 OK 而且那裡面的電力 他可以支持至少兩個禮拜 回去的話呢 甚至他現在非接觸式的充電 自動就幫你充好電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這些都賣點 但是 裡面的觀念 其實都跟這個 還蠻接近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學完這個之後 你以後要去學的 去物聯網 智慧聯網 這些東西其實都有相關 只是邏輯上 相通的 那比如說類似像這種 一個事件 改變了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實際上怎麼樣 就是要去 他觸發了 去執行 這個按鈕 按鈕背後他是一個程序 去執行那個程序 那要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也許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的查詢界面這個再複製一個叫 查詢界面 刮虎VBA 然後呢 程式部分我是把它放在雲端 大概這邊 如果可以自己寫一下 如果不行 可以先參考 然後 有機會的話呢 當然可以自己撰寫看看 其實這些程式 都沒有很多 主要就是 不外乎就是先把你要查詢的資料 先抓到 然後再來 工作表 切換 切過去 比對 所以if if 邏輯 這前面也都用過 然後 如果 如果 那個邏輯 為 True 的時候 就把資料 cull到你指定對應對應的位置 那基本上 這個我想 邏輯上並不困難 而且我覺得這個 他的彈性非常大 有的時候甚至 我覺得還 比那個 像 in the red 來的簡單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但是你要熟悉 主要是如果你熟悉這些東西的話 你會覺得 MBA寫起來一點都不困難 沒有